各位觀眾大家好 2022華南銀行企業獎集足球聯賽 在本周比賽我們是來到高雄國家體育場 要問您送上的是由台中Futuro遭遇到名傳大學的比賽 我是今天的主播李鴻斌 那今天跟我們一起看球的還有我們的球評黃天佑 天佑你好 黃天佑好 還有各位球迷大家午安 那現在據說好這邊賽出來門降足球 進去萬一不能用手還有沒有 富友趕快清掉 但現在看起來的話呢 那應該他會更以11人的賽場為主 Benchy上來又交射門這個近射 還有沒有第二波再坐過來 我要找出了還是被名傳中間把球給清掉 就是Benchy來到了Futuro之後 的確對Futuro攻線上面的一個強點的強度 是有所提升的 Benchy 這邊轉身之後一路走過來到競技邊緣 再一個加速做團球入鏡了 Goa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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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了這第29分鐘 這球真的是Benchy的一個功勞 絕對是非常的大 哇 上半場呢將有2分鐘的補石 還是要來找Benchy 哇 又是一個強度關山了 哎呦 這一球 這一球孟凡是用頭 用臉 躺掉的吧 還是要選擇這樣輕巧 玩就可以 哇 球打在門櫚上面 還有沒有再出 去囉 Goal 最後是恆生翔平 接應到最有右路的一個標準 先第一次的頭腿 雖然被門櫚擋了回來 但是呢 球又來到他的腳下 最後是左腳 再補一刀 2比0 在比賽的第57分鐘 台中不突動 把領先給擴大到兩球的差距 再找Benchy 在地區邊緣 左腳的一個射門 嗚呼 又是孟凡宇 射門 拳內 陳田 光希 再一球 借了 又是烏龍球 Goal 然後是謝瘋龍 哇 又是 陳 又是日本球員啊 不知道如何 進球 對 來看一下東波畫面 沒錯 就在謝瘋龍 謝瘋龍 請流到進去內 Benchy 哎呀 還有沒有 再來一球就這了 Goal 這球大小龍門都過了 對 加油 Benchy的進球 他還是做套了 然後看到應該是 第一下是用腳擋住 但是後衛再去 第一下 第二下的防守沒有做 哇哦 對不起 差一點要沒差 對 解圍 看到是5號的郭嘉誠 其實補石的5分鐘已經到點了 這時候裁判 郭展佑也吹響了 全場比賽結束的哨音 所以這場比賽 台中Hulo呢 可以說是 將是用命啊 特別是在下半場的比賽 可能也是抓著對手 在體能下滑 情況之下 火力全開 再下三層 今天這場比賽 最後台中伯托委4比0 擊敗了名傳 拿下他們本季的第二勝